逼封一个女人的可能只是一袋垃圾 她刚把分裂好的垃圾丢到外面 邻居就偷偷塞了一个玻璃瓶进去 这时又有街坊来扔垃圾 邻居踮起袋子说道 你们看 五太太又在塑料垃圾里放玻璃瓶 我还想着帮她取出来呢 这是安门太太故作顺从的说道 那咱们就给她扔回去 让她再做一次分类 中午看到被退回的垃圾时 本就已经被折磨成抑郁症的瘦梅子 差点晕过去 一整天她都在翻各种垃圾 一边又一边的做着分类 儿子回来吓了一跳 想叫停母亲 却被一把按住 小五也不敢多说 怕母亲再犯病 这时父亲回来 看到这一幕 转身就上楼了 小五追上父亲 说母亲这个样肯定有原因呀 你别老是傻也不管的躲这样 父亲瞬间来气 小五心疼母亲 但也不知从何查起 第二天 他正要去工地 母亲慌乱的把塑料瓶倒在地上 一个个拿起来 要小五帮忙再确认 小五心里难受极了 上班也迟到了 被工头停工一天 感觉住势不顺的小五 也有了不干的打算 趁着空档去了职介所 他决定降低要求 不再指导企划开发类工作 任何岗位都可以 职介所员工开心地说 你终于成长了 并未预期薪资 准备降到多少 员工被逗笑了 不知你想要多少的问题 而是人家为啥要花20万雇你 你没技术 没资格证 学历一般 工作经历还只有三个月 打林工也是换个不停 人家为啥要雇你呢 或者说 你凭什么敢要20万呢 小五直接被问得闷在原地 或许刚进社会的我们就是这样 要么错误的自高自傲 要么错误的自信自贱 唯独缺了自信自知 无法将自己准确定位于社会分工中 剩下的只有自忧自扰 小五思虑万千地回到家中 那一袋垃圾竟然还没扔出去 母亲呆呆地坐在餐桌前 小五小心翼翼地问情况 母亲回答是自己没做好分类 被退回来了 小五觉得不可能呀 这是咱俩一起分的 但袋子掂起来 底下赫然有一个玻璃瓶 小五想不通 不知是母亲抑郁症造成的怪异行为 还是有人故意针对 但现在他没有太多心思思考 他急需找到个工作 证明自己值20万 绰绰碰壁的他 拉下脸向父亲求助 父亲还在生气 他上次干仨月就辞职的事 拒绝帮忙 并立数从小到大 给他报武术 画画 音乐 各种课外班 结果无一例外 全都半途而废 哪怕学个五六年的 能当个爱好的都没有 现在打工还是这样 父子俩闹得不欢而散 小五下楼去看母亲 很抱歉找不到正式工作 母亲将给他洗好的工作服 推出来说道 工地的活也是工作 无论多没用 这世上都还要母亲认可自己 看着干净的工作服 小五强忍着没流出泪水 第二天 他又去了工地 这里的活就一个字 累 尤其对小五来说 好不容易一天干完 工都希望大家加个班 赶赶工期 看所有人都举手同意 小五也不好意思的举了起来 随即他给父亲打去电话 今晚拜托他叮嘱母亲吃药 这一天下来 他累到倒头就睡 之后的一段时间 也基本都是这样 终于到了工期结束这天 本以为能早点回家 但却下起了雨 一直等到下班 雨没停 大家也都没走 是要在今天完成工程 直到半夜雨停了 所有人信冲冲的回到岗位 小五又困又累 工友过来帮他 小五看着周围的人 大家都全力以赴 就为了铺一条路 一条自己以后都不一定走的路 他在想 工作的意义是什么 整个施工队 一直干到第二天清晨才完工 在阳光下 看着自己修的路平坦宽阔 工人们笑意盎然 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此吧 自己的全力付出 能得到具体的结果 这个结果是这条路 也是一份合适的薪资 小五这15天 代加班费 总共获得了25万的工资 他高兴不已 这是他毕业一年多 初次感觉工作是有收获的 这种获得感的基础是 不自大不自卑的 接受了符合自己 现阶段能力的社会分工 一直眼高手低的小五 终于静下心了 一边干着工地 一边去职介所 寻找更好的机会 接下来就是母亲的事 这天他把垃圾亲自分类 然后亲自去丢掉 结果晚上回来又被退回 里面还是有一支玻璃瓶 小五确定是被人针对了 于静心那一天 他又做了实验 把分好的垃圾丢出去后 站在窗前悄悄地看着 安门太太偷偷摸摸地 将瓶子装到了他家的袋子